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this is Casey from student.com. Would you like to say hello to our Chinese students? Hello and welcome to our iPhone house. I'm Elliot and this is Lewis. Hello! 这里就是公寓的study room了.平时可以跟小伙伴们六七个人在这里做一些presentation啊或者是一些讨论都可以在这里 这里呢就是公寓的洗衣宝。可以看到下面洗衣。 这里呢就是公寓的洗衣宝。可以看到下面洗衣。 空间机器还是很大的。上面的话就是风干。风干器。 Hello,大家好。现在我们来到的是classic studio的房型。大家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这里呢就是studio房型的床了。整个床的话都也是蛮大。而且床垫很软很舒服。 这间公寓有特别的地方是在床头设计了插座。而且还有USB的插头哦。这个的话是暖气的遥控。大家可以按这个睡觉之前的话把暖气打开。嗯,这间studio床的两边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储物空间。 可以把平时不用的生活用品放在里面。 床的右边的话是一个衣柜。让我们打开看一下。 这么大的一个储物空间。大家不用担心自己的衣服啊。鞋子没有地方放啊。 这里是一个双人就餐区域。其实这间公寓它是可以双人入住的。 那同比较卡蒂夫其他同价位的studio。这间公寓要大到五到六平米左右。也是卡蒂夫的一个双人入住首选。 餐间的右手边就是厨房。它厨房上面的话是两个灶台可以同时烧菜。然后下面的话是冰箱。冰箱上面是一个冷藏室。放些肉啊和冰箱。 那下面的话是一个保鲜。然后接下来我们的右手边就是水池了。水池下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这种小合间的空层。 它的储物空间是非常大的。绝对不用担心东西没有地方放。嗯。 然后比较常规的一些微波炉啊。也是有的。然后这边的话是车油烟。 这里就是studio的卫生间。好,卫生间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是干湿分离的。 然后整个卫生间的面积是ensuite的两倍哦。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premiumensuite的房型。 这个房型是独立位于共享厨房。 然后这个房型整个特点是空间比较大。 同时它的储物空间也是很大的。 这就是GSA旗下的公寓。 Alphin House。 全游行双人入住首选。 如果想知道更多的信息, 欢迎登陆student.com水旅家官方网站。 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 下载APP了解更多。 我们等你哦。 我们从Alphin House出来20米左右, 就会到一个公交站台。 所以同学们出来坐公交是非常方便的。 哈喽,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卡蒂夫的Capital Shopping Center。 在这里面吃的,肯德基麦当劳, 穿的衣服,还有药,银行,应有尽有。 所以同学来了之后完全没有必要担心。 大家跟我一起去逛一逛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